第十九章中相见 江兰只看到秦宇沉思的模样 沉默 秦宇一直沉默着 脑中却在不断思考着 八大神族真的就是个高下 对于八大神族而言 只要不及神王 境界便没有什么影响 自己的阵法空间 虽说是厉害 可是在八大神族的神王眼中 怕也是瞧不起 秦宇心底很清楚 自己如今能拿得出的底牌 根本没什么 那四个竞争者 魁英侯 人家是北极飘雪城魁侯殿 第一任店主 劳苦功高 人脉又极广 和北极圣皇关系也非同一般 生徒凡 人家是西极火焰山的皇子 实力强悍不说 最重要的是 八大神族中 生徒一族是唯一一个 一直帮助江家 和江家一个阵营的 端木玉 一个近似于完美的人物 同时带着让人难以拒绝的聘礼 周显 背后有着雷伐城 更有着三大天尊之一的雷伐天尊 任何一个竞争者 都有其依仗 我的依仗是什么 秦宇眉头一皱 实力 足够的实力 练气之术也是实力 当我成为又一个将神 就应该有资格和他们争了 秦宇心中暗道 实际上 秦宇一直底气很足 因为 星辰变 星辰变 前面七大境界都只能算是心意 算不得如何了得 可是 秦宇所创出的黑洞之境 便连接到了江湖空间 而后开创的乾坤之境 更是自成一个世界 到如今 更是造就了一个宇宙 自己拥有一个宇宙 这种成就 是如何的了得 只是这个成就太大 大到秦宇也不敢乱说出去 除非当自己有一天 实力强大到无惧天尊的时候 秦宇或许才会不再保密 不管事情 发生到什么地步 我都不会允许任何人拆散我和利尔 即使神王 天尊插手 大不了 我带着利尔 躲入我的宇宙之中 等宇宙成长到完美状态 我的实力提升到极点 再回来对付那些阻碍我的人不迟 秦宇心中暗道 自己的宇宙 秦宇可不担心有外人赶进来 一来 自己的宇宙 和神界 仙魔 妖界等无数空间所存在的宇宙 是两个独立的宇宙 恐怕就是天尊 想要穿越到另外一个宇宙 都非常难吧 毕竟秦宇自己的宇宙 拥有着自己特有的空间 法则和时间法则 即使天尊能够进入我的宇宙 他们又能奈我何 秦宇非常自信 天尊是领悟了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可是他们领悟的是 神界所在宇宙的 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 三大天尊 一旦到了秦宇的宇宙 根本无法施展什么攻击 只能任凭秦宇蹂躏 可惜我的宇宙 还处于成长中 能够来到神界的空间之力 还不算多 束缚能力还太弱 秦宇心中暗叹 如今秦宇的新宇宙空间之力 也就能束缚中部天神 最多阻碍一下 尚不天神而已 至于神王和天尊 只要在神界这个宇宙中 秦宇就不可能强行 将他们掳获到自己的宇宙 除非 这些神王和三大天尊 甘愿自己去秦宇的宇宙 可是 兰叔一笑道 在想 到底如何跟这四个竞争者争夺链 这四个竞争者 威胁的确挺大的呀 江兰也微微点头 秦宇忽然愁愁了起来 这倒是令江兰疑惑了起来 秦宇好一会儿才说道 兰叔 你不是说过 等我开启江兰界第三层 就安排我跟链见面吗 你小子原来是想这个 江兰顿时 哈哈大笑了起来 秦宇倒是脸有些发热 虽然他真实的修炼时间 已经有数十万年 可是在感情方面 秦宇的确还是个雏鸟 特别是他自己为了见莉 努力了这么多年 此刻开口 让兰叔帮忙 秦宇却有种难以起口的感觉 好了 不说你了 这次我来这呢 也是要带你去飘雪城 见见莉 你不知道啊 莉儿每次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问 兰叔 秦宇大哥 他怎么样了 听到江兰所说 秦宇胸中一下子 便充斥了一种幸福感 秦宇最担心就是 那么长时间 跟莉儿不在一起 莉儿 是否会喜欢上其他人 虽然这个念头 秦宇从来没说过 可是秦宇心底深处也是有的 他也是有担忧的 毕竟两人分离时间太长了 秦宇甚至于不敢想象 如果莉儿 真的跟其他人在一起 他会怎么样 或许 我也会变得跟那个端木玉一样 不相信爱情吧 秦宇心中暗叹 幸好 莉儿没有让我失望 秦宇心中对莉儿的爱怜 更深了一层 兰叔 我们走吧 秦宇深吸一口气 对着江兰说道 江兰微笑着点头 然后便拉着秦宇的手 二人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蓝悬殿 完全掌控空间法则的江兰 带一个人 顺移也是轻松无比的 秦宇只感到眼前场景 一阵变幻 已然变到了一座池塘的边上 而江兰此刻也站在秦宇的身旁 秦宇刚要问兰叔 关于此处的事情 就听到了一阵声音 阿莲 刘湘 你们两个别乱开玩笑了 那一道在梦中 响了千遍万遍的声音 又一次响起了 听到那道声音 秦宇坚韧的心灵 一下子就完全融化了 公主 别害羞了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 你嘴里念叨着什么 秦宇 我绝对没听错 我也听到了 公主 你就承认了吗 公主 公主 你怎么了 此刻秦宇整个人仿佛入魔了一样 一步步地走向不远处的院门 灵魂中的流星泪不断震战着 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你就在我的前方 秦宇低声喃喃着 在院门另一边 一席宽松白袍的莉儿 也同样一步步走向院门 他灵魂中的那一滴眼泪 同样震战着 那感觉是那么的清晰 深入灵魂 回到神界后 他也从来没有如此真实地感受到 秦宇的存在 一步 两步 某一刻 秦宇 莉儿 他们两人的目光 穿越了院门 都看到了 彼此 这一刻 不受二人控制的 二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秦宇嘴巴张了张 想要说什么 可是藏在心中 数十万年的话 秦宇此刻却一句说不出来 莉儿同样是嘴唇动了动 也没说出什么 两人只是彼此凝视着自己 这一刻 在他们的眼中 整个世界只剩下对方 这一刻 二人彼此相视 尽无语凝艳 无所绝衷 秦宇和莉儿 便走到了一起 那仿佛源自于灵魂的冲动 二人就那么地拥抱了起来 拥抱得那么用力 仿佛要将对方 完全拥入自己怀里 和自己融为一体 江兰看到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 只是她的眼中 也闪烁着丝丝泪花 旁边的阿莲 刘湘 两个丫鬟 震惊地捂住了嘴巴 江兰 立即暗中 让那两个丫鬟先退走 江兰本人 也悄然离开了 同时命令 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搅 这一段时间 是属于秦宇和莉儿的 秦宇双手紧紧抱着莉儿 她 一次次想要更紧地 将莉儿拥在怀里 似乎唯恐莉儿 再次离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又或者是一刹那 秦宇和莉儿 彼此都渐渐放松了彼此 秦宇低着头 看着怀中的莉儿 莉儿仰着头 看着秦宇 双目对视 秦宇忽然轻轻低头 吻去了莉儿眼角的泪水 莉儿眼中泪水却是更多了 莉儿脸上有的是幸福的笑容 可是她的泪水却在流着 莉儿忽然一垫脚 便吻住了秦宇的嘴唇 秦宇一正 然后也反过来吻着莉儿 唇舌缠绕 许久 许久之后 二人才春分 莉儿 秦宇终于出生了 秦宇大哥 莉儿睫毛上 还有着碎小的泪珠闪烁 我原本以为我要等千万年 乃至亿万年 没想到秦宇大哥 你 莉儿脸上有的近是幸福 秦宇看着莉儿 不知道为何 秦宇这一刻感觉 拥有了莉儿 自己便拥有了整个世界 而如果没有了莉儿 自己的世界将是一片黑暗 为了你 我可以付出一切 因为 没有了你 我也就失去了一切 秦宇再次将怀中的莉儿 拥紧一点 第十六集婚姻 第二十章选择 秦宇意味着古铁木树 而莉儿是躺在秦宇怀里 两人有着千言万语 需要倾诉 他们不停地说着 这么些年来彼此的事情 秦宇的故事很长 很曲折 莉儿回到神界后的故事 虽然不多 可是莉儿 又对秦宇讲起了 自己从孩童时代 起了一件事情 两人谈了整整十天 才算是略微尽兴 秦宇对链 什么都没隐瞒 包括 星辰变的功法 自己创造的乾坤世界 而后演变成了宇宙 秦宇都说了出来 因为这个 莉儿 反而心底崇拜 依恋起了秦宇 都十天了 莉儿忽然惊叫一声 如今的莉儿 比凡人界的时候的莉儿 少了两份庄重 多了两份俏皮 毕竟在凡人界的时候 她比秦宇强太多了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实力巨大的差距 也令莉儿 很难在秦宇面前撒娇 而此刻 莉儿倒是无拘无束了起来 十天了呀 秦宇也微微有些惊讶 闭关修炼时间过得可能很快 可是秦宇没想到 谈话 竟然能够连续谈十天 兰叔肯定生气了 莉儿那双柳叶眉 微微一簇 我们这十天一下 都没理兰叔 这是不是太 秦宇一搂莉儿 微笑着道 放心 兰叔他明白 我们的 莉儿沉硬片刻 微微点头 那好 我们再过一个 呃 两个时辰 再过两个时辰 就去找兰叔 说着 莉儿又将秦手贴着秦宇的胸膛 秦宇宇宠溺地摸了摸莉儿的秀法 两个时辰后 秦宇和莉儿 走出了这个庭院 当秦宇二人 走出庭院的时候 姜兰整个人 也出现在了池塘旁 你们两个终于想起我 这个老家伙了呀 姜兰乐呵呵说道 自从左丘没死去 姜兰心中 也只有秦宇和莉儿 这两个年轻人了 秦宇和莉儿幸福 姜兰也有种欣慰的感觉 秦宇和莉儿 相视一笑 好了 我们到那边先坐下 姜兰一指池塘旁 一颗米柳树下的石桌 那圆形石桌旁 正有三个石桌 秦宇 莉儿 还有姜兰一同坐下 虽然现在谈这事情 有些破坏气氛 不过 我还是要跟你们说说 招亲一事 你们到底准备如何解决 姜兰看着秦宇和莉儿 秦宇和莉儿 脸上顿时也郑重了 起来 有两个方法 一个你们两人私奔 一个是秦宇参加招亲 击败所有人 光明正大的娶莉儿 你们选择哪一个 姜兰追问道 莉儿咬了咬嘴唇 和莉儿谈了 整整十天 对于莉儿 从小到大的事情 秦宇大多知晓 而此刻 秦宇心中也非常清楚 莉儿所想的 莉儿非常爱她的母亲 还有她的亲妹妹姜岩 以及看护着她 长大的银花姥姥 还有一大群 从小就认识的人 姜家 是莉儿的家 秦宇心中明白 私奔 自己和莉儿 完全可以躲在 自己的宇宙中 或者躲在江南界中 总之 私奔是非常简单的 至少让秦宇 没有任何负担 可是 对于莉儿 却是痛苦的 莉儿 需要离开那些亲人 离开那些好朋友 离开她的家庭 甚至于 以后再见面 可能妇女关系 更加恶劣 莉儿 别担心 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娶你 秦宇握住了莉儿的手 食指向扣 彼此贴心 同时微笑看着莉儿 莉儿 心中不由 一阵感动 秦宇大哥 我不要紧的 我知道那些想要娶我的人 都有着很大的抑仗 他们心中是怎么想的 我也很清楚 秦宇大哥 你要光明正大的赢他们 真的很难 秦宇大哥 我们私奔吧 没事 父皇母后的孩子 也不少 少我一个也不少 虽然说得干脆 可是说着说着 莉儿眼睛确实红了 好了 莉儿 相信我 我一定会成功的 秦宇握紧 莉儿的手 似乎像让莉儿 感受自己的信心似的 莉儿看了看秦宇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秦宇大哥 不要太勉强自己 不会 秦宇笑得很灿烂 一旁的江兰见秦宇 二人如此 咳嗽了一声 这才令秦宇 莉儿注意力 转到了江兰身上 小宇她也不是 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小宇 她拥有着迷神殿 作为迷神殿的继承人 那车猴员的练气方法 也该得到了吧 江兰笑看着秦宇 秦宇微微点头 江兰继续道 这就对了 继续努力 小宇如今 在阵法上的境界 已经很高了 在练气上努力一把 达到车猴员的境界 并不是不可能 一旦她成为新的将神 那光明正大 迎娶你这个丫头的希望 可就大了 江兰说着 还对莉儿一笑 将神车猴员 新的将神 莉儿担心道 这是不是很难 不难 不难 秦宇连说道 在莉儿面前 秦宇不管做什么 都是充满了十足的信心 充满了无尽的干劲 兰叔 我决定暂时就待在你这 静静研究练气之道 如果蓝玄店那边有事 我的下人会传讯给我的 邱仲复等一大批人 都灵魂受了束缚 秦宇为他们的主人 即使彼此距离遥远 邱仲复等人 也可以对秦宇进行心念传音 心念传音 这是主人和灵魂受束缚者 才能做到的 别人 根本不可能做到 你在这也好 反正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直接带你顺移回去 江兰也通情达理 他知道 秦宇舍不得跟莉儿分开 江兰也不担心 自从莉儿说 北极圣皇曾经来找过他之后 江兰就直接施展了空间 禁止 封锁了整个幕府 除非是天尊 或者是得到江兰的允许 否则绝对不可能进入幕府之中 兰叔 这江兰剑 我还给你 秦宇翻手取出了江兰剑 并且心意一动 黑羽也从江兰剑中出来了 黑羽一直在江兰剑中静静修炼 此刻秦宇也只能打搅他了 黑羽疑惑看了秦宇一眼 然后便看到了兰叔 此刻秦宇正和兰叔谈话 黑羽只能保持沉默 我不需要 你先用着 江兰连说道 江兰心中却认为 这江兰剑 虽然是很厉害的一件灵宝 可是对秦宇却非常重要 秦宇只能说了 兰叔 其实我自己 也开辟了一个空间出来 所以没有江兰剑 我也非常的安全 说 开辟一个宇宙 实在太惊人了 就是秦宇 对宇宙的三层次的构造 也是处于 猜想当中 开辟一个空间 江兰难以置信道 你所谓的开辟空间 是一个稳定的空间 神王 是可以靠空间法则 布置出空间 可是那个空间却无法稳定 江兰 也是使用了大量宝物 才炼制出江兰剑 稳定住了三个空间 对 稳定的空间 秦宇点头说道 小黑 江兰剑 我已经给兰叔了 从今天起 你就在我开辟的 宇宙空间中修炼吧 秦宇笑着说道 黑羽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江兰恭敬行礼道 黑羽拜见兰叔 小黑 我知道你这个小黑鹰 都娶气生了女儿了吧 江兰笑呵呵 说道 黑羽那冷峻的脸上 顿时有些红了 好了 还是去秦宇 你开辟的空间看看吧 江兰立即转移话题 秦宇微微点头 蓝叔 你不要反抗 秦宇嘱托道 江兰对秦宇是十分信任的 任凭一股力量吞袭她 瞬间 秦宇 烈儿 蓝叔 黑羽 所有人都到了秦宇 所开辟的宇宙之中 新宇宙 新紫玄星上 紫玄星 这是紫玄星 黑羽目瞪口呆 然后震惊看着秦宇 大哥 你怎么弄的 怎么一下子 到了紫玄星上 紫玄星上 不是在凡人界吗 一旁的江兰 面色肃穆 不 这里不是紫玄星 江兰 难以置信 看着秦宇 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蓝叔 怎么了 秦宇连忙问道 江兰感叹道 小语开辟的这个空间了不得呀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所感悟的空间法则 以及部分时间法则 都无法运用 在这里 我即使是飞行 也是靠着体内的能量 秦宇听了 心中却非常清楚 这根本是另外一个宇宙 江兰在原先宇宙中 领悟的一切 当然在这行不通了 你有了这个空间 我也放心了 江兰这才收回江兰界 江兰看得出来 秦宇开创的这个空间 比江兰界都要安全得多 在这里 就是神王天尊过来 都无法靠法则攻击人 只能靠体内能量 单单靠能量 又怎么是这个空间 创造着秦宇的对手呢 在这里 秦宇就是 无敌的 怪事 怪事 黑羽忽然感叹了起来 大哥 这里怪了 我到了这里 竟然无法修炼流光枪道了 秦宇不由惊讶了起来 流光枪道 不是时间法则吗 我这里 也是可以时间加速的 你怎么不能修炼 时间加速 江兰再一次被震撼了 时间加速 属于时间法则第一层次内容 只是要对时间法则有所领悟 是必须要 达到神王境界才可以的 过去 我在江兰界中都可以修炼 可是到了这里 我甚至于感应不到那种奇妙的规则了 黑羽无奈说道 秦宇思考片刻 先回去 我想 我明白原因所在了 秦宇直接说道 江兰等人看着秦宇 不知道秦宇明白了什么 可是他们依旧点头 转眼功夫 秦宇一群人又回到了幕府 秦宇看着黑羽 小黑 你现在可以使用流光枪道了吧 可以了 我感应到那种奇妙的规则了 黑羽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然后手持穿云枪 便开始舞动了起来 黑羽的枪法 是非常诡异的 按照你目测 黑羽的长枪 可能碰不到你 可是在你这么认为的时候 那长枪已经刺穿了你的身体 诡异的时间流速 在其长枪周围 时间流速完全变化了 时间加速 你真的会时间加速 江兰不由震惊地出声了 秦宇听到兰叔所说 心中肯定了小黑的流光枪道 就是属于时间法则最初的运用 我想 小黑的流光枪道 应该跟江兰界有关 兰叔 你炼制出江兰界 这江兰界的空间流速 和外界不一样 是不是时间法则的原因 秦宇笑着说道 江兰点头道 那是自然 三个空间 时间流速各不同 只是流速越大 这空间稳定起来就越难 我想 小黑就是感受江兰界中 蕴含的一丝最初的时间法则 才会创出流光枪道的 秦宇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江兰摇头 不 不可能 不到神王境界 绝对无法研究时间法则 兰叔认为不可能 秦宇却知道 这是可能的 因为不到神王 绝对不能研究时间法则 是神界这个宇宙的规定 而当初秦宇创出的乾坤事件 却没有这个限制 这才使得黑羽 当初一个连天神境界都不到的人 却能够踏入时间法则领域 存在便是有道理 蓝叔 蝶多想了 秦宇劝说道 自己宇宙和神界 先魔妖界所存在的这个宇宙 两个不同的宇宙 秦宇是很难解释给蓝叔听的 并且 这种想法只是猜测而已 黑羽看向江兰 蓝叔 看来我还是要待在你的江兰界中修炼了 那你修炼就是 江兰微笑着说道 江兰可是江兰界的炼制者 三个 空间也是他布置的 他如今重新炼化江兰界 可比秦宇简单轻松的多 秦宇则是说道 小黑 你在江兰界中慢慢修炼 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宇宙空间中去 研究炼器之法了 秦宇已然下了决心 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到炼器当中 直至达到降神车猴元的境界 第十六集婚姻 第21章炼器之道 和过往亿万年一样 北极飘雪城上空依旧雪花飘洒 落于地面 被黑色石板给吸收了 北极飘雪城大多地方比较喧滑 而古老的木斧 却是和过去一样宁静 外人根本不知道 木斧已经多了几个人 秦宇决心进入自己的宇宙中 开始研究炼器之道 而丽儿却也要陪秦宇一起去 说当秦宇研究炼器之道的时候 他便在旁边感悟左丘梅留下的空间感悟 弥柳树下石桌旁 秦宇大哥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长期分开了 丽儿抬头凝视着秦宇 秦宇如何能拒绝 更何况 秦宇也是希望如此的 我将弥神殿放到我的宇宙空间中 我在弥神殿的炼火殿中研究炼器 你就在旁边修炼吧 秦宇做出了决定 丽儿顿时甜美笑着 投入秦宇胸膛中 江兰见秦宇丽儿二人 这么依依不舍 也笑了起来 咳 黑羽在旁边故意咳嗽一声 然后黑羽看向江兰 白说啊 你还是让我进入江兰界开始 修炼吧 我在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秦宇美好气地看了黑羽一眼 黑羽只是嘿嘿一笑 小嘿 你的流光腔道 的确蕴含有部分时间法则 虽然我无法明白 你如何领悟的 可是存在便是有道理 你就仔细钻研下去 我真的想要看看 你能够达到什么层次 江兰看着黑羽笑着说道 随即 黑羽便进入了江兰界第三层 兰叔 我们告辞了 秦宇 丽儿 同时站起来说道 江兰见秦宇 丽儿并肩站在一起 老怀快位 点头笑道 好 小羽 你好好研究炼器一道 我可等着你成为新的将神呢 秦宇看了看手臂旁的脸 微微点了点头 新宇咒 星子玄星 乾隆大路东南山上 秦宇直接将弥神殿 放在东南山另一侧的山腰之上 刚好和云雾山庄 对应 弥神殿庭院中 这就是弥神殿 我在神界也听说过弥神殿的大名 不过 我还真的没有进入弥神殿那部好好看过呢 丽儿四周环顾 不由感叹着说道 丽儿 随我来 秦宇直接带着丽儿朝炼火电走去 在秦宇心中 炼火电乃是将神车猴元平常炼气的地方 肯定有着一些器物在其中 可是当秦宇破开炼火电门口的阵法进入后 却发现 咦 怎么回事 丽儿也惊讶看着炼火电 秦宇大哥 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 我也不清楚 秦宇仔细看着炼火电内任何一处地方 炼火电外部看起来不大 可是 内部却是一个长宽多过千米的巨大大殿 整个炼火电 没有什么小房间 只有一个大殿 黑色的地面 还有四个金色的柱子 可是这个大殿中央 竟然只有一卷金色卷轴 炼气肯定有工具 可是车猴前辈 为何一样东西没留 秦宇单手一伸 那金色卷轴便飘到了手上 并且斩了开来 秦宇神石一扫 继承迷神殿的小背 真是不好意思 这次 我为了炼制天尊灵宝 是必须准备充足的 这一套器具 是我最熟悉的 所以炼气的器具 我带走了 秦宇看到这里 也不由恶然 看来 自己真是空欢喜一场了 不过秦宇依旧继继续看下去 不过 你也不必太失望 因为炼气的各种工具 真正的炼气宗师 是不会使用别人的器具的 他们都是使用自己炼制的器具 因为自己炼制的器具 自己才会最熟悉 经过一次次的试验 一次次的磨合 才能够 让一件器具和你 配合得完美无缺 炼气试验的第一道难题 便是炼制一套自己的器具 秦宇看完了 心中也完全清楚了 秦宇大哥 怎么了 烈儿在一旁询问道 他还以为秦宇 为炼火殿中没有东西留下 感到失望了 秦宇大哥 别失望 得到是运气 得不到 秦宇笑着摸了摸链的秀法 好了 我没失望 嗯 丽儿 你在那修炼 我再就在你旁边先阅读一下 那些炼气之术的卷主 秦宇单手一指 只见广阔的炼气大殿中 便出现了两个碧玉之色的云床 丽儿微微点头 便飞着坐在了 其中一个云床之上 秦宇身形一动 便直接盘膝 坐在了另外一个云床之上 秦宇一挥秀 身前顿时飘浮起了一圈圈金色圈轴 足足有近两千圈 这些金色圈轴 完全是描述炼气之术的 其中大半是东极圣皇所赐 丽儿对秦宇微微一笑 然后便闭上眼睛 开始静静感悟左丘梅所留下的那些感悟 时间 流速 直接提高到极致 秦宇控制着整个炼火殿范围内的时间 流速提高到极点 炼火殿内过了两千余年 外界也才一年而已 然后秦宇便开始一圈圈的 仔细越览起了这些金色圈轴 秦宇如今已经是中部天神了 神识比过去强大得多 越览起来速度也快得多 可是近两千圈金色圈轴 依旧需要花很长时间 随着阅读 一个崭新的 广阔无边的炼气天地 开始在秦宇眼前展开了 秦宇也完全沉浸其中 并且不断地汲取着前辈的经验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随着阅读 秦宇时而不由自主地赞叹了起来 如果炼气不得入门 终生也只能在门外徘徊 可是一旦入门 才会发现 门内的天地是多么的广阔美好 炼气 如果最简略地说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 成就气胚 第二步 脆火 第三步 启灵 这三个步骤中 第一步成就气胚是最难的 气胚 实际上就是一剑气的基础 气胚 如果不好 即使脆火之数 启灵之数再高 那件武器 也不可能成为一剑宝物 第一步成功 那么炼气也就成功了八成 讲述的都是如何炼制出一个好的 完美的气胚 所谓的炼气之法 甚至于就可以算是炼制气胚的方法 气胚的好坏 第一个先决条件是 就是材料 材料如果 差 技术再高 也没用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 火焰 所谓的火焰 可不单单是火焰的最强威力 毕竟神王高手 都是能够使用出虚无液火的 拥有虚无液火 不代表在火焰这个方面能过关 因为有的材料融化温度 气化温度不一定高 而其杂质的融化温度 甚至于比主材料还要高 一个庸俗的炼气者 说不定将主材料给气化掉了 反而留下了杂质 所以这就考虚对火焰的控制能力了 虚无液火 白色净火 黑色神火 这三个层次的火焰 必须能够控制到如火纯青的地步 甚至于还可以彼此夹杂质使用 要做到最完美的地步 第三个先决条件是 炼气材料配比 神界的确有不少坚硬的物质 可是单单靠一样物质就来炼气 整个神界也是极为稀少的 一百件天神器中 有99件是集合了多种材料融合成功的 多种材料配合 取长不短 这才会使得炼制出来的武器更加完美 十几样不同的材料 融化温度不同 各种材料习性也不同 要配合到完美状态 要求之高 那是极为恐怖的 甚至于配比也很复杂 因为有一点 在神界 没有几样东西是完全纯净的 几乎所有材料都是有杂质的 只是杂质有多有少的区别而已 一件物质 可能在神人看来是绝对纯净的 可是到了天神面前 却能够发现杂质 因为杂质太难注意了 有的物质 天神发现不了其杂质 可是神王却能够发现 千万别小瞧 占据一块材料千万分之一的那杂质 可能就因为那一点杂质 让你炼制出来的武器 降下两三个品级 炼气 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容不得丝毫马虎 这也是为何 整个神界 就是神王高手们 在炼气上 也不如降神车侯元的原因 乃至于天尊高手 也没法炼制一件天尊领宝 可是车侯元却敢去挑战 其炼气之力可想而知 有两个要点必须记住 一 即使取出两块黑凡石 虽然同是黑凡石 可是他们其中的杂质量 是肯定有一些区别的 千万不能随便 用一个固定的配比来判断 二 前辈虽然给出了固定的配比 可是那个配比 只能用来参考 千万不能死板硬套 如果死板硬套 最多成为一个普通的炼气师而已 要炼制气胚 除了上述三个先决条件外 还有第四个重要的条件 火候控制力 这火候控制力 和第二个条件 火焰不同 火候控制力 主要靠经验 神识观察力等等 当然 这四个才是先决条件 有了这四个条件 只能说明 你有前置 成为一个炼气宗师 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炼气宗师 现在不过才开始而已 气胚炼制成功 上述四个先决条件非常重要 然后就是 个人领悟 领悟出一套驱除杂志 让多种材料配合到完美的方法 这种方法 就是炼气之法 将神车侯元 有自己的炼气方法 东吉圣皇给 秦宇的那些卷轴中 也记载了很多前辈的炼气方法 车侯元的炼气方法 名为 千锤百炼 名字简单 可是过程 却复杂无比 想要成为新的将神 不能照搬前人的办法 必须创出属于自己 最适合自己的炼气方法 车侯元在 千锤百炼 中的一句话 让秦宇愈加感到 成为一个新的将神的难度 坚信一点 没有什么材料是完全纯净的 即使神王认为是纯净的 那是因为神王无法发现 即使是 天尊认为是纯净的 那也是天尊无法探查出来 将神车侯元在 千锤百炼 中的这句话 让秦宇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按照东吉圣皇赐语的卷轴中 一些前辈叙说 在神界 虽然绝大多数物质不是纯净的 可是还有极少数一些材料是 纯净的 可是车侯元的观点 却截然相反 没有一样是完全纯净的 如果你牢记这一点 会让你不断追求 终极 不断地去寻求杂志在何处 这样 最后 会使得你懂得 靠感觉来判断 记住 是感觉 一个真正的炼气宗师 单单靠感觉 就能够判断 一件材料中有多少杂志 将神车侯元告诉秦宇的 就是怀疑精神 不管什么材料 都要抱有怀疑精神 随着阅读 秦宇越来越佩服车侯元 对秦宇而言 珍贵的不是车侯元的炼气方法 而是车侯元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向 绘画雕刻的能力 也极为重要 这是 几乎所有炼气高手 在卷轴中的记载 一个气胚 说是气胚 可是模样 已经完全大成了 一件武器 实际上就是一个工艺品 只有将其模样 将其构造达到完美 自然的地步 才会使得这种武器 在启灵的时候 威力更大 三大步骤之第一步 炼制气胚 做好上述一切 便算是成功了第一步 而第二步 第三步 听起来是没第一步重要 那是因为 第二步 第三步 考笑经验的不多 考笑的是 个人所能提供的条件 这第二步 还真是够变态的 秦宇 仔细阅读 心中也愈加感到炼气的 艰难 当初的豪言壮语 我有信心成为新的将神 现在看来 要实现 难度实在太大 太大了 第十六集婚姻 第二十二章 试验千万 炼气三大步骤 第一步成就气 呸 第二步脆火 第三步起灵 近两千金色卷轴 九成的内容 是讲述成就气配的 剩余的一成内容中 几乎都是讲述脆火的 至于起灵这个步骤 只是占据很少很少一部分 第二步骤 脆火 一件武器 单单坚硬是不行的 其韧性 柔性 也是很重要的 毕竟刚及一舌 脆火 便是柔化 处理 韧性处理 而炼气宗师 甚至于可以靠着脆火 使得武器更加锋利 脆火 最大的难题就是 脆火剂 脆火剂 实际上就是水 水的质量 是非常重要的 水之越好 那就代表脆火剂好 那就可能使得武器脆火上 这个步骤上 更加完美 一元重水 金元重水在神界 都是极为稀少的 而在金元重水其上 还有 寒蒙之气 神王高手 可能因为体内真火的原因 拥有虚无夜火 可是能够拥有寒蒙之气的 却极为稀少 看到此处 秦宇心中大喜 我那融合黑色莲心 金色 圆珠成就的变异华莲分身 绝技就是使用寒蒙领域 有了这分身 我的脆火剂 绝对是最完美的 秦宇也愈加激动了 别的神王 即使想方设法 弄到寒蒙之气 可是在使用寒蒙之气的火候上 如何跟拥有寒蒙领域的秦宇 分身相比 脆火第一难题 脆火剂 脆火还有第二个难题 就是控制火候 不同的武器 需要用不同的脆火剂 不是脆火剂 愈加冷就愈好 毕竟有的材料 刚刚遇到寒蒙之气 可能就被冻裂了 还有 气胚进行脆火的时候 时间掌控也是非常重要的 脆火时间多久 什么时候停止脆火 都在脆火剂中待一段时间 就可能使得气胚质量下降 少待一段时间 也不能完全让气胚 达到最大品质 火候 非常重要 这是经验以及观察力 以及天赋的综合 三大步骤 这脆火 比炼之气胚 也略微简单一些 秦宇心中是如此认为的 可是秦宇忘记了 就是神王 也不可能完美地控制寒蒙之气的 寒蒙之气 这是最高的脆火剂 三大步骤 之第三步骤 麒麟 经历了前两步 这武器 即使炼制出来 最多在坚硬 锋利 柔化等各个方面达到了合格 可是 要配称为天神器 最重要的就是 麒麟 虽然2000卷金色卷轴中 记录麒麟之术的非常少 那是因为 麒麟之术的实力 就是取决于阵法修为 附加阵法于气之上 让这件武器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能够完美地控制金木水火土 光明 黑暗 维电等属性能量 使得武器可以沟通天地 发生本质的变化 这便是麒麟 一旦麒麟 一件武器 最后的品级就被决定了 麒麟之后 武器会有振服效果 会让武器完全形成一个整体 属性更加明显 甚至于 还有特殊效果出现 比如那柄赤血神剑的锋利 特殊效果 这个特殊效果 就是麒麟后出现的 怪不得车猴前辈说过 阵法修为不到五级 阵法层次 就绝对炼制不出天神器 秦宇此刻完全明白了 如果阵法修为 不及五级阵法层次 麒麟的效果 根本达不到天神器的标准 天神器的标准 可以有效地振服天神之力 而一般的神器 灌入神之力 便能够达到阵服最佳效果了 而灌入天神之力 最多攻击力提高一点 振服效果反而减弱 空旷的 炼气大殿中 只有两个碧玉之色的云床 秦宇此刻睁开了眼睛 原本漂浮在身前的 所有金色卷轴 完全消失了 怪不得说 真正的炼气宗师 肯定就是阵法 宗师 原来如此 这启灵之术 虽然最简单 可是也最难 秦宇心中暗叹 简单 简单 在程序 难 难在阵法 我可以布置出阵法空间 却无法布置五级阵法 六级阵法 七级阵法 八级阵法 秦宇自嘲一笑 自己的阵法修为 秦宇很清楚 布置出阵法空间 靠的是自己宇宙的空间法则 并不代表他会布置五级阵法 六级阵法 不过 懂得这一个 纠级的完美阵法 已经足够了 按照车侯员前辈所说 启灵的极致 便是完美的协调 达到终极的协调 他的八级阵法 便已经很协调了 可是 我的阵法乾坤 应该达到了协调的极致 金木水火土 光明 黑暗 雷电 各种属性能量 已经达到完美协调 秦宇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这一点决定了 从秦宇手中炼制出来的武器 启灵之术 一律是使用阵法乾坤来启灵 秦宇飘然飞离了云床 来到了炼火大殿的中央 炼器 则先炼气胚 秦宇心意移动 在炼气大殿的一个角落 便出现了一大堆的材料 这些材料 都是来自于迷神殿 那车侯员 早就为他的继承人 准备好了 炼制气胚的方法很多 我到底该怎么炼制气胚呢 秦宇皱起了眉头 此刻他想起了车侯员 说过的一句话 想要成为新的将神 不能照搬前人的办法 必须创出属于自己 最适合自己的炼气方法 创出自己的炼气方法 这创新 又岂是那么简单的 神界有数的炼气宗师 哪一个不是经历了一次次炼气 最后才总结出来的 先炼气 后终结 先一个个实验前人的各个炼气方法 然后再慢慢探寻 属于自己的炼气道路 秦宇做出了决定 心意移动 在炼气大殿角落堆积的 大量材料中 便有七块材料 飞到了秦宇前方 秦宇单手一伸 炼火手环中 立即飞出了 黑色神火 白色静火两种火焰 秦宇开始了第一次试验炼制 采取的方法 是神界历史上的一个 普通炼气高手的玄浪之法 秦宇很清楚 神界炼气宗师 非常的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 绝大多数天才炼气高手 在麒麟一关上 被阻碍了 即使他们的气配炼制的再好 可是正法修为不够 也无法炼制出天神器 炼制不出天神器 就成为不了炼气宗师 玄浪之法 虽然只是一个 普通炼气高手的炼气方法 可是 秦宇却感觉 这种方法 在炼制气配方面 效果比之于 降神车猴元的 千锤百炼 也弱不了多少 玄浪之法 九驱火炼气物法 一种种奇特的方法 秦宇不断试验着 这些方法 都给了秦宇不同的体验 以及领悟 使得秦宇在炼气上的领悟 突飞猛进的进步着 秦宇全身心投入 每一件武器用的材料 都属于低级材料 气配 第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 材料 材料太差 根本炼制不出好的武器 可这毕竟 这是秦宇用来试验的 当神界过去了 一千余年的时候 秦宇正试验的 最专心的时候 秦宇却发现 迷神殿中的普通材料 他竟然全部试验 用光了 神界过去一千余年 秦宇自己又试验多久呢 很难算清 因为新宇宙中 如今时间加速的极致 已经达到了 五千多倍了 秦宇所处的炼火电 时刻处于 时间加速的极限状态 时间不断加速 秦宇估计 自己应该试验了 五六百万年了 材料不够了 怎么办呢 秦宇皱眉 想到 忽然秦宇笑了起来 我倒是忘记了 冬季圣皇早就嘱托过了 材料不够 可以跟他要啊 秦宇立即心念传音 给邱仲复 让邱仲复 亲自去领取 大量普通材料 看来要回一趟蓝悬店了 秦宇自言自语说道 咦 秦宇忽然一正 我达到上部天神境界了 前几百万年 秦宇完全沉浸在炼气中 也没注意到 自己已经达到 上部天神境界了 这几百万年来 秦宇的华联分身 一直在领悟着 左丘梅留下的空间感悟 几百万年下来 当初秦宇留给分身的 一半空间感悟 华联分身 已经感悟了二分之一 秦宇给分身 那一半空间感悟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左丘梅 留给秦宇总体空间感悟的 四分之一 秦宇 丽儿各得到左丘梅 一半空间 法则感悟 实际上 华联分身 才感悟八分之一的 空间法则 就这么一点空间法则 竟然让秦宇 踏入了上部天神的门槛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出入上部天神境界 和上部天神巅峰 差距还是很大的 丽儿领悟的速度 比我的分身要慢一点 现在还处于 中部天神巅峰境界 秦宇看了一眼 丽儿就已经判断了出来 华联分身的魂体 堪比上部天神 自然领悟速度 极为快速 不打扰链了 秦宇微微点头 然后整个人就消失在 炼气大殿中 东南山顶峰 轻袍的秦宇 分身正 盘膝坐着 这个分身 一直在静静地感悟着 左丘梅留下的部分空间法则 他所领悟的 秦宇本尊 自然也就领悟了 轻袍的秦宇 分身眼睛忽然睁开 出声道 本尊 秦宇 微微点头 心意移动 脑海中 那最后一团七彩光芒 便直接飞到了 秦宇分身的脑海中 并融入其中 你继续修炼吧 秦宇说完 便整个人便离开 新宇宙 回到了幕府之中 秦宇如今 没时间来参悟这空间法则 感悟空间法则的任务 就让分身来做 毕竟炼气一到 实在太花费时间了 数百万年 秦宇不过 才积累一些经验 当然 现在要秦宇 创出一个炼气方法 秦宇也能做到 可是 秦宇是力求完美的 秦宇决定 做更多的试验 积累更多的经验 有更多的体悟后 再创出一个炼气方法出来 东极圣皇殿后面的一个花园当中 东极圣皇皇府玉 正陪着自己的夫人闲聊着 圣皇陛下 南玄殿的人 来领取炼气材料了 一名高寿的冰冷女子 恭敬地说道 材料绝大多数是普通材料 很少一部分略微贵重一些 只是 数量非常的大 东极圣皇皇府玉 顿时大喜了起来 他总算开始炼气了 好好 数量越大越好 普通材料要的多 看来正在试验 积累经验啊 非常好 一个阵法修为 赶超车侯元的人 炼气 太值得期待了 东极圣皇很是高兴 那个高寿的冰冷女子 脸上表情忽然有些尴尬 圣皇陛下 数量太大 我们库存的普通材料 已经被 被搬空了 被搬空了 东极圣皇皇府玉 一阵恶然 这个秦宇 他 他用得完吗 秦宇将大量空间材料 弄了回来 然后跟江兰回到幕府 又再次进入新宇宙中 开始潜修了起来 如今新宇宙时间 加速的极限 已经达到5000多倍 秦宇有充足的时间来试验 炼气大殿中 秦宇又开始了 炼气 充足的材料 让秦宇毫无顾忌的 不断试验着 在这种海量的试验当中 集合众多炼气 高手方法经验的 一个前所未有的炼气方法 已经渐渐有了 第十六集 婚姻 第23章恐怖的天神器数字 低沉的呼啸声 携带着撕裂空间的烈泊声 在炼火垫中 迅猛地回响着 那种声音带着奇异的规律 整个空间都仿佛随着 这种声音不断地震动着 终于达到上部天神境界了 丽儿睁开了眼睛 脸上有着甜静的笑容 在睁开眼睛的一刻 丽儿第一反应 就是朝侧面看去 侧面 有的是另外一个云床 在她开始修炼的时候 秦宇也在另外一张云床上进修的 可是此刻 云床之上 空空如也 寻着那蕴含特殊规律的呼啸声 丽儿转头朝后方 看去 空旷的大殿中央 秦宇赤着精壮的上半身 秦宇的身上 有着滴滴汗珠渗透了出来 那一头长发则是 被发带简单地束缚着 秦宇的右手上 正有着一个黑色的锤子 单手挥锤的时候 整个锤子周围的空间 都会完全旋转了起来 甚至于有着撕裂空间的裂痕 整个锤子如同钻锥一样 砰 锤子砸在了秦宇身前 一张黑色的石桌上 这石桌表面 有着一层不断蒸腾的气流 在石桌上 正有着黑色神火 白色静火 买至于极为稀少的 虚无夜火 这些火焰在石桌表面 不断蒸腾着 升腾着 同时有数十种材料 放在石桌上 咦 丽儿忽然发现了诡异之处 无论是火焰 还是那数十种材料 离石桌表面 都有着一指的距离 根本没有和石桌完全碰触 砰 可丽儿 转眼就被秦宇此刻炼气的神态 完全吸引了 秦宇的注意力 完全投在炼气上 每一锤砸在材料上的同一刻 都会有七道 或是八道 偶尔还有九道旋风 从秦宇的锤子中 飞出 那些旋风 将那些材料 也卷起急速旋转着 发出诡异的呼啸声 秦宇灰锤 十二如同奔雷般迅猛 十二如同柔风 一般飘逸 十二如同春雨一般 轻柔 单单看秦宇灰锤 便会感到一种美的享受 这是炼气吗 丽儿心中震撼了起来 丽儿不是没看过炼气 可是炼气能有如此自然美感的 却极少 秦宇手中的锤子 每一次落下 都有旋风从其中飞出 黑色神火 白色静火 虚无夜火 则是如同驯服的小绵羊 在秦宇的控制下 肩或者包裹一小团 材料 秦宇的锤子速度很难判断 有时候 一吸才一锤 可是有时候 刹那便是千锤万锤 那近乎撕裂空间的旋风不断地飞出 也使得整个石台表面气流不断 蒸腾着 秦宇人影 在那蒸腾的气流中 也是隐隐约约 就这种近乎枯燥 却有着完美自然的灰锤 丽儿 看了超过十天的时间 秦宇才第一次停下了锤子 而此刻一柄优雅的长剑 单靠模样 已经完全成了 而练气高手 却明白 此刻不过是气配出城而已 秦宇仰手 呼至一阵风洞 就在石台旁边 凭空漂浮出了两团水球 一团一元重水水流 一团晶圆重水水球 那柄长剑飞到了两团水球的中央 两团水球各自飞出一道水流 如同双龙系猪一样 两道水流轻柔包裹着那柄长剑 而这一刻 秦宇闭上了眼睛 整个空间一片寂静 唯有水流飘荡的声音 连丽儿也因为这一幕 而屏住了呼吸 大概过了斩插功夫 秦宇嘴角忽然升起了一丝笑意 在那柄长剑周围 凭空出现了一层隔膜 直接隔开了包裹的晶圆重水 和一元重水 一柄青绿色长剑 就这么漂浮到了秦宇身前 翠火已成 秦宇双手如同拨动琴弦一样 轻柔地碰出了青绿色长剑数次 每一次都有一道碧绿色光芒渗透进去 只见 整个青绿色长剑 完全被一团柔和的碧绿色光芒给包裹了 随后那团碧绿色光芒融入剑身 一道绿色光韵在长剑表面不断流转 最后缓缓消逸 嗡 青绿色长剑 一道清脆的剑银之声响起 终于成了 烈儿到了这一刻 才敢呼出一口气 不知道怎么回事 单单看秦宇练剑过程 她都感到一阵心的激动 秦宇转过身来 微笑看着烈儿 烈儿 你真是我的幸运心 这一次练剑 是我近一千万年来 最高的成就 秦宇脸上有着一幕自豪 这一柄碧绿长剑 花费了我近一年时间 终于练制而成 这一件碧绿常见 锁花材料 皆是普通材料 可是我在契配 翠火起零三个阶段 都做到了近乎完美 所以 它是一件中品天神器 立而瞪大了动人的眼睛 难以置信 看着秦宇 秦宇大哥 你说 你说你使用普通的材料 炼制出了一件中品天神器 普通材料 说是普通 其实也不普通 这些普通材料 只是在天神高手眼中 算是普通而已 对于一般神人 还是属于珍贵材料 普通的材料 如果是在一般炼器师手里 肯定只是神器而已 而炼器宗师 则有使平凡腐朽之物 放出夺目光滑的能力 可是限于材料所限 一般 最多达到下品天神器 救了不得了 可是秦宇 竟然用普通材料 就炼制出了中品天神器 秦宇大哥 你使用的真是普通材料吗 这 我真的不敢想象 中品天 神器 那么真贵 可是你用的 却只是那些普通材料 烈儿脸上有着激动的飞红 她依旧无法相信 听到烈儿的夸赞 秦宇心中也是一阵欣喜 其实 这是近一千万年来 我用普通材料 唯一炼制出来的一件中品天神器 秦宇略带惭愧地说道 近一千万年 才有这么一个最成功的 这刚好被烈儿看到 烈儿这么夸赞 的确让秦宇有些不好意思 烈儿 这件中品天神器 虽然算不上珍贵 可是制造她所用的 都是普通材料 我也感觉 这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巅峰 刚才炼器的那种美妙状态 以后想要进入 估计很难 这件中品天神器 我就送给你了 希望你不要嫌弃 秦宇 郑重地将手中的青绿色长剑 递给烈儿 炼器是需要运气的 不少炼器宗师 亿万年 也就一件最自豪的作品 比如降神车猴元 降神车猴元炼器实力是强 可是它那么多年 不靠鸿蒙灵器 炼制的上品天神器中 也唯有一件残血 堪比二流鸿蒙灵宝 其他上品天神器 也就和三流鸿蒙灵宝一个层次 靠普通材料 炼制出中品天神器 这也算是秦宇的一个巅峰 至于日后是否能够超越 秦宇自己即使在自信 也不大相信以后能超越 这把剑 就叫 烈儿沉硬片刻 然后绚烂一笑说道 就叫流星梦 流星梦 秦宇也是微微一正 听着这个名字 秦宇情不自禁回忆起初 幼年时候 看着流星划过天空 自己对着流星所许下的一些梦 好 就叫流星梦 秦宇脸上笑容盛开 秦宇惊讶一声说道 没想到这个宇宙时间加速的极致 已经达到八千多倍了 进步速度可真快 秦宇知道 距离上一次 自己出去 外界又过去了近千年 八千多倍 我们在这修炼了近千万年 外界又过去了多少呢 烈儿好奇询问道 刚进来的时候 宇宙时间加速 极致不过两千多倍而已 外界 过两千年了 秦宇点头说道 两千余年的时间 在自己的宇宙中 秦宇实际上 却是度过了近一千万年 对于自己的炼气技艺 秦宇也很自信了 虽然炼气不能总达到巅峰 可是以如今的技艺 使用珍贵的材料 炼制出上品天神器 秦宇还是有些把握的 炼气出上品天神器 这便是被评为炼气宗师的依据 咦 秦宇大哥 已经近一千万年了 这近一千万年来 你炼制出的那些武器呢 在哪里呢 烈儿疑惑地朝四面八方看去 可是空旷的炼气大殿中 根本没什么武器 想要看 跟我来 秦宇微笑着抓住 烈儿的手 瞬移 新东南山上方的高空 秦宇 烈儿二人凌空而立 此刻秦宇身上 已经披上了黑色的长袍 随着空中进风吹拂 秦宇长袍 时而掀起 露出内部赤裸的胸膛 而烈儿 则是依偎在秦宇的身旁 看到了吗 秦宇一指下方 东南山山链连绵 占地也是极广 整个东南山表面 长满了茂密的山林 烈儿仔细观察 才透过树叶 看到了随意散乱在草丛中的 一件件武器 在杂草丛中 在水潭中等 这些地方 的确很难一眼看穿 秦宇心意一动 只见 密密麻麻的无数件武器 从东南山的各处山林中 飞了出来 然后悬浮了起来 整个东南山表面 就仿佛遮盖了一层天幕 只是这一层天幕 是由无数的武器 组成的 共有三千多万件武器 这其中绝大部分是神器 还有一百多万件下品天神器 秦宇微笑着说道 一百多万件下品天神器 呀 丽儿震哀地捂住了嘴巴 整个神界的下品天神器 加起来 也不会有一百多万件 下品天神器吧 怎么 怎么可能 秦宇大哥 你说一百多万件下品天神器 丽儿 完全被这个数字给吓住了 吓呆了 生在八大神族之江家中 丽儿非常清楚 天神器的珍贵 即使下品天神器 整个江家的库存 也就数千件而已 可是秦宇一个人 下品天神器的数目 却远超整个神界的数目 你不相信 秦宇笑看着丽儿 丽儿看着铺天盖地 遮盖了整个东南山的 密密麻麻的一层武器 构成了天幕 他能不相信吗 丽儿 你可知道 一般一个练器宗师 练器需要多久 秦宇笑着询问道 秦宇是很清楚 神界为何天神器 那么少的原因的 丽儿醋眉 陈鹰片刻说道 嗯 我北极飘雪城 虽然没有练器宗师 可是我也知道 一件天神器 一名练器宗师 需要花费过千年 买至上万年的时间 可是 可是秦宇大哥 你练器 对 我练器时间比他们短得多 我只需要的时间不足一年 秦宇点头说道 对我而言 练器三大步骤气胚 翠火起零 我花费时间最多的 就是练制气胚 可是其他练器宗师 花费时间最多的 则是起零 起零 丽儿一正 起零 也就是复制于阵法 在神界 只有五级阵法 六级阵法 才能使得一件武器 成为天神器 秦宇脸上有了一抹自信 可是 一级阵法到六级阵法 是越来越复杂的 一个五级阵法 或一个六级阵法 复杂的程度 单单记载 就要好几个金色卷轴 要在一个小小的武器上 布置出五级阵法 或六级阵法 那更是 要小心翼翼 一旦失误就前功尽弃 所以他们花费的时间 极为漫长 而且过程中 不能受到任何影响 秦宇仔细地解释说道 秦宇知道 四级阵法 到五级阵法 是一个巨大的砍 复杂程度 是一下子提升 数十倍上百倍的 而六级阵法 作为复杂极限 更是恐怖 整个神界 懂得六级阵法的 一直手数地过来 布置一次六级阵法 那就是一次精神的折磨 练其宗师很难出手 他们出手的时候 就是使用珍贵的材料 而珍贵的材料极为吸手 他们又能练制出 几件天神器 能够在阵法上 做到由复杂到简单的 只有将神和我 秦宇脸上有着一抹笑容 而且 论启麟的效果 六级阵法 远远不如我的阵法乾坤 我的阵法 如果论等级 应该算是九级 秦宇心中有着绝对的自信 阵法 乾坤 等级上 远远高于六级阵法 施法速度 更是不能比 如果用六级阵法 仅仅使用普通材料 就要练制出下品天神器 概率 就好像 秦宇用普通材料 练制出中品天神器 秦宇练制一百多万件 下品天神器 才有维持巅峰 靠普通材料 练制出中品天神器 立儿 练器宗师 就是全身心投入 靠普通材料 一般情况下 也就上品神器 很难得 才会有一件下品天神器 消耗那么大精力 最后 还很可能只是神器 他们会做吗 秦宇笑着询问道 不会 立儿设身处地 为练器宗师想 也摇了摇头 所以 东极圣皇给我的金色卷轴中 有一句话 几乎是公认的 材料是决定器胚的 第一先决条件 器胚是决定武器的 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认为 材料普通 就炼制不出天神器 所以炼器宗师出手 就是使用珍贵的材料 秦宇倾笑道 可是 神界的珍贵材料 是很稀少的 这也导致了 天神器 也就非常的稀少 立儿也点头明白了 这个世间 也唯有秦宇这个变态 能够靠着九级 正法乾坤来起零 单单靠普通材料 就能够炼制出 下品天神器 秦宇也很清楚 靠普通材料 自己估计也就炼制出 下品天神器 至于中品天神器 那是人品大爆发 那是一个巅峰 值得一辈子骄傲的事情 可是 这是一百多万件天神器啊 立儿 依旧感到心脏挑得很剧烈 天神器 还一百多万件 虽然只是下品天神器 可是单单一百多万 这个数字 已经非常震撼人心了 这近千万年来 我的炼器方法 九旋裂空 已经渐渐完善了 估计过些日子 我就不会使用普通材料了 我也该挑战挑战 上品天神器 不知道 我是否也能够如将神一般 炼制出一件堪比 残血的天神器 秦宇轻声说道 立儿仰头看着秦宇 却感到此刻的秦宇 有种别样魅力 立儿看了那铺天盖地 密密麻麻 由无数武器组成的天幕 轻声道 秦宇大哥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新的将神 甚至于 更厉害 第十六集婚姻 第二十四章 残血忠诚 当秦宇和立儿 在新宇宙中 静静修炼的时候 东极炫金山的主人 东极 圣皇皇甫玉 却又是有了一些烦恼 东极圣皇殿 皇甫玉的书房中 陛下 这几天 我总是看到你一筹莫展 怎么了 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吗 前些日子 你还为 那蓝玄殿主 开始炼气而高兴呢 东极圣皇的妻子 走入书房 柔声说道 皇甫玉坐于书桌前 抬头看了走来的妻子 无奈笑道 旭燕 你应该知道 那秦宇担任了 蓝玄殿殿主 可是我 却是指赐予了一些卷轴而已吧 旭燕微微点头 对 是指赐予了一些卷轴 我也心中感觉 赐予的东西 少了些 四大殿主之一 这地位何其 尊贵 东极圣皇皇甫玉 最起码赐予秦宇一些珍贵的东西 比如 上品天神器 按照我东极炫金山的规矩 一般的上部天神 只有立了大功 才会被赐予一件上品天神器 而秦宇是蓝玄殿殿主 地位尊崇 妻子续燕点头 那陛下 你又为何不赐予呢 不是我不想 而是我皇城中 库存的上品天神器 已经一件没有了 东极圣皇皇甫玉 无奈说道 上品天神器 可不是那么容易炼制的 中品天神器 下品天神器 都有一些库存 可是我总不能赐予蓝玄殿殿主 一件中品天神器吧 皇甫玉摇头苦笑 妻子续燕点头表示赞同 玄机安慰说道 陛下 那场殿主比试 你也看到了 那秦宇并不缺上品天神器 摇头叹息道 那秦宇有上品天神器 还有那么了得的阵法 背后肯定有一个厉害的高手 续燕说道 皇甫玉淡笑道 暂且不谈那个 我想得秦宇上品天神器 可是没有 而前些日子 我的老部侠 乱与成城主 他带了不少珍宝 希望能够换取一件上品天神器 可是我 唉 皇甫玉无奈叹了一口气 续燕一下子明白了 乱与成城主 玉池成城主等部分城主 都是皇甫玉的老部侠 都是六千万亿钱的 旷世大战中 过来的老苦功高的臣子 皇甫玉对这些老部下 也很好 让这些老部下 担任一些城主之位 这次 乱与成城主 带了大量珍宝 只是为了换取一件上品天神器 论价值 乱与成城主带来的珍宝 价值绝对赶得上上品天神器 只是上品天神器太稀少了 有价无事啊 面对老部下的请求 我真的推却不下 可是我又没有上品天神器 我总不能跟老部下说 我堂堂圣皇 拿不出一件上品天神器 皇甫玉也有些尴尬 旭燕完全明白自己丈夫的苦衷 陛下 你怎么答复他的呢 旭燕追问道 皇甫玉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总不能 推却吧 所以 我当时答应下来的 我说 过些日子 我会命人将一件上品天神器送给他 你答应了 旭燕微微错愕 打中脸装胖子 陛下 你就在苦恼此事吗 旭燕追问道 皇甫玉摇头说道 我苦恼的不是这个事情 我答应了乱与成城主 自然有些把握 我已经命人去雷伐城 请那欧叶子练气宗师了 欧叶子 旭燕 微微点头 整个神剑 能够炼制上品天神器的 也只有三位宗师了 神剑 三大练气宗师 排名第一 练气实力最是厉害的将神车侯员 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 被称为将神的 排名第二 第三的 便是练气实力不相上下的欧叶子和端木峰 欧叶子是雷伐城的人 而端木峰则是南极境光城的直系子弟 正是那名玉殿店主端木玉的亲弟弟 陛下为何苦恼 难道那雷伐城 不给陛下你面子 续燕又问道 不是 那雷伐城 还不会不给我面子 只是 那欧叶子提出的 条件实在太高 黄甫玉冷哼一声 自从车侯员失踪 这欧叶子 端木峰二人为别人练气的条件 就一下子提高了十倍 不管任何人都是如此 实在是 太过分了 续燕也点头 那车侯员 当初为别人练气 提出的条件 还是很低的 比欧叶子 端木峰二人的条件低得多 不管是黄甫玉 还是续燕 都不明白 欧叶子 端木峰 阵法修为 都是六级阵法境界 他们布阵是非常复杂 非常消耗心力的 而将神车侯员呢 车侯员 可以布置出八级阵法 八级阵法 虽然赶不上秦宇的乾坤 阵法的简单 可是也差不了太多 布置一下 也是一会儿的事情 车侯员练气 花费精力少 当然提出的要价低 车侯员练气水平高 要价低 这使得当初 将神车侯员 非常的受欢迎 迷神殿的大名 也传遍神剑 而其他两大练气宗师 却非常憋屈 而现在 车侯员失踪了 欧叶子 端木峰二人 立马提高要价 不管是谁 他们二人 给的要价条件 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背后 都厚坚实的后台 也不怕得罪谁 我准备让欧叶子 练制三件上品天神器 可是要练制三件上品天神器 他所要的条件 没有练气宗师 就是这么憋屈 不能承受 也要承受 毕竟 现在只有端木峰和欧叶子二人 有能力练制上品天神器 旭燕也无奈叹息道 练气这个玩意 不是实力强就有用了 就是神王高手 最多能练制一下空间神器 至于上品天神器的武器 他们却是练制不出来 真不知道 那车侯员到底哪去了 既然连我也查询不出 黄斧玉心中无奈 他真的很怀恋 当初 只需要花费一些不多的代价 就能让车侯员 帮忙练制天神器 可惜那种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当年 为何没有让车侯员 帮忙多练制天神器呢 黄斧玉心中后悔 陛下 我们的蓝玄殿店主 在阵法上修为 比欧叶子 端木峰二人还高 他如果这么研究下去 终有一天 也会成为练气宗师的 你就别介意了 续燕劝说道 黄斧玉微微点头 也只能等了 可是要成为一个练气宗师 消耗的时间 是非常 非常长的 他即使天才 最起码需要一亿年的功夫吧 黄斧玉无奈说道 黄斧玉不清楚 秦宇在自己的宇宙中炼气 对炼气中各种情况更加清楚 修炼速度更快 一千万年 便让秦宇 有了炼制上品天神器的实力 呀 对了 这次欧叶子 到我东极炫金山炼气 机会难得 一定要让秦宇在旁边观摩 这对秦宇炼气很有帮助 黄斧玉眼睛一亮说道 黄斧玉可是将炼气希望 完全放在秦宇身上了 到如今 黄斧玉还以为 秦宇只是一个刚刚研究炼气的雏鸟呢 对 这种机会是很难得 旭炼也眼睛一亮 我马上派人去传炼 黄斧玉立即做出了决定 黄斧玉的命令 很快就到了蓝玄殿 蓝玄殿的福伯 邱仲复得到消息后 立即新念传音给秦宇 告诉了此事 新宇咒中 子玄心上 秦宇刚刚和丽儿 谈完一百多万件下品天神器的事情 就在秦宇 丽儿二人彼此规划着将来的事情的时候 秦宇就收到了新念传音 炼气宗师 欧叶子 秦宇心头倒是一阵迷惑 对于欧叶子奇人 秦宇并不怎么了解 丽儿 你知道欧叶子吗 秦宇对着身旁丽儿说道 丽儿眼睛一亮 秦宇大哥 你没听说过欧叶子吗 神剑 只有三人能够炼制上品天神器 降神车猴元 以及欧叶子 端木峰 这三人 才有资格被称为炼气宗师 只是这三人中 降神车猴元炼气水平最高 因为车猴元前辈 是三人中 唯一一个炼制出 一流鸿蒙领宝的人 所以 他被尊称为降神 丽儿 说到这 眼中 静是崇敬 秦宇也微微点头 车猴元炼制出 一流鸿蒙领宝的事情 秦宇也知道 一流鸿蒙领宝 是降神车猴元的巅峰了 这才使得车猴元离开神界 去追求炼气的极限 想要炼制出最高的天尊领宝 对了 那一流鸿蒙领宝 是车猴前辈为谁炼制的 秦宇好奇询问道 他是知道 车猴元为别人炼制了一件 一流鸿蒙领宝 至于为谁炼制的 他倒是不清楚 丽儿脸色正中了起来 修罗神王 修罗海的实际掌控者 修罗神王 秦宇脑中一下子 浮现出了修罗神王的一些资料 神界十一大势力 八大神族 三大飞升者势力 这三大飞升者势力中 以修罗海为最强 自从车猴元为修罗神王 炼制了一件一流鸿蒙领宝 任何神王都不敢为难车猴元了 丽儿感叹说道 一流鸿蒙领宝 太珍贵了 丽儿 你放心 我有一天也会炼制出一流鸿蒙领宝 秦宇笑着说道 丽儿面对秦宇的豪言壮语 点了点头 他是非常相信秦宇能做到的 在丽儿心中 秦宇说的都能够做到 丽儿 这一次冬季圣皇 是命令我去观摩欧叶子练气的 我也不能不去 所以 秦宇歉意地看着链 秦宇不想离开链 可是 丽儿总不能出现在冬极炫金山吧 我知道的 你去吧 丽儿笑着安慰道 没事的 我闭关修炼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秦宇微微点头 轻轻吻了一下链的额头 丽儿也闭上了眼睛 咦 怎么回事 难道 秦宇微微一正 怎么了 秦宇大哥 丽儿睁开眼睛 疑惑看着秦宇 秦宇低头 对着对链 微微一笑 没什么事情 是有关 蚕血神枪的 你先去修炼吧 我等一下 就会冬极炫金山了 秦宇说了一声 便直接来到了东南山另一处地方 此处 半空正漂浮着那团玄黄之气 蚕血神枪正 漂浮在其中 秦宇这些年一直没注意 原来 蚕血神枪早停止吸收玄黄之气了 近一千万年 蚕血神枪早就吸收到极限了 本尊 在旁边的轻袍秦宇 分身睁开眼睛 对秦宇攻身道 秦宇微微点头 没想到 这蚕血神枪 只能吸收一层的玄黄之气 再也无法吸收了 秦宇单手一伸 蚕血神枪 便到了秦宇手中 一枪再手 秦宇便有种 无人能够挡自己的感觉 当初吸收不足千分之一玄黄之气的蚕血神枪 威力便堪比一流鸿蒙灵宝 而如今吸收了一层玄黄之气 蚕血神枪的威力 已经到了一个害人的地步 就是神王 又敢挡我这一枪吗 握着蚕血神枪 秦宇豪气万丈 心意一动 蚕血神枪 已经收入了体内 对着分身微微点头 秦宇便抬头望天 低声喃喃道 练气宗师 哦叶子妈 我倒要看看 这位练气宗师的练气实力又如何 旋即 秦宇整个人便消失了 第十六集婚姻